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我们讲深深菩提 也就是说深深难测的法当中 我们前面讲了法相深深分四个方面 今天讲的第四个也就是说解脱之法相 刚才前面也讲了我们《大乘经传言论》 整个大乘所有深深经论的教义就在这里 因此非常有福报听闻这个论典 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我们众生有时候应该说 遇到这样的大乘甚深法我认为不那么容易 也许可能我们有些人认为听一堂课或者看一个电影 或者说我们听一个什么报告和演讲也许是一样的 也许就这样认为的 但这个意义上完全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看一个世间的电影和做一个世间的活动的话 也许当我离开人间的时候 这个功德或者它的影响带不走任何东西 甚至我可能有非常多的金钱和房屋的话 我也带不走的 但是我们听闻大乘佛法的这样的善根 可以储存在你的随身带的你的银行卡里面 可以这么讲 唯一的这个善根可以存在你的阿难耶的卡里面 那你可以随身带着的 所以我想我们听闻这样的大乘经论 哪怕是一个偈颂 两个偈颂 三个偈颂 四个偈颂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 这个前后有发心仪归 后面有普贤心愿品的回向 前面有发心 后面有回向 这样的善根 我想一个人一天做一次的话 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个人而言的确也是 讲大乘佛法非常有兴趣的 一直自己认为这是很有福报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 听受这样大乘的一句偈颂的功德 我们以前也是引用过很多的教证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多生累劫 千百万劫的福报所导致 因此我们应该珍惜 而且要时时都是有欢喜心来听受 我们不要认为 今天又要听课了 又不能去玩了 今天也有麻烦 又听课 虽然我们可能一个多小时 接近两个小时 对每个人来讲是很珍贵的 但是从长远的人生的 这种漫长的道路来讲的话 它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有实质性的意义 可以怎么讲 实质性的意义 因此本身我们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很多人都是心灵 有很多的忧郁 不快乐 就这样的病患 比较严重的 在这个时候 我想我们听受一堂课的整个过程 这是心灵的一种运游 心灵的一种 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常有 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们在听受前后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乱七八糟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分别杂列 全部放下来 你以心意义地祈祷 这是一种对心灵健康 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然后我们听受和学习的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它直接给我们的整个来世的 漫长的生涯当中 它会起到不可思议的作用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一直是忙碌的 比如说你 孩童时代 孩子非常小的时候 每天都是对玩耍而忙着 也是一直不停地忙着 然后年轻的时候 为了你的事业 学业也忙着 然后老年人的时候 虽然身体可能忙不动 但是心里一直是忙着 但是这么多的忙碌当中 真正对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个善根 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这个是没有信仰和没有因果证件的人来讲 是不一定完全相信的 但是这的确是一个科学的 也是一个证说的 我听说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科卓教授 也是台湾的一个很著名的教授 他说他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学习佛法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以来佛教如果开阔起来的话 只有四个字 希求真理 所以追求真理的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其他科学的理念和 世间当中的很多事情 不断都在变化 但是佛教的这种观念 其实它也可以 两千五百多年前 也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但是他人们也需要用得上 那么两千五百多年过后的今天 也是这样的 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新鲜的话题 再过两千五百多年 我们只要人类和众生存在的话 其实他们的生命当中 也如此有它的活力和它的美丽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思维的方式上面 不要一直觉得 听一堂课是一种压力 听一堂课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来讲 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活动 对我来讲的确跟其他很多的事情 在生命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 好像跟大乘佛法相比较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我们世间当中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认为他是最殊胜的 最好的 最快乐的 最妙的等等 由各种形容词来可以称呼 但是实际上跟大乘佛法的学修相比较起来的时候 在我们世人当中认为是特别了不起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高尚的境界也好 其他人们所羡慕 所追求的对境 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 今天我们讲到大乘佛法的 当然 其实是范姆的 阿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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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的眼睛有点像 是吧 这是一个框是白色的 一个框是黑色 不是兄弟吧 好 这样的 披如铁热气 烟衣一小处 佛陀信欲知不所有欲无 这个偈颂可能比较难 希望导游们慢慢地看 今天我也许可能 今天怎么说我别课的时间也不多 因为有些人这个重要的人那个重要的人来看我 就这样现在看我的人我都一力解决不管是什么重要不重要 身份什么活佛也好领导也好 看部也好什么都我暂时不要来看我 不然的话看我我会心烦的 所以今天也是本来是我下午想看看书 但是也是不说了 下面就是说 他这里讲佛陀的解脱 解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烦恼障 所知障全部都已经得以消失 然后智慧得以现前 那么这样的解脱 实际上说有还是没有呢 他的法相是非常甚深的 当然我们从名言当中可以这么讲 名言当中说佛陀经过三个二生气劫 通过智慧彻底断除两种障碍 最后现前殊胜的智慧 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真正从他的法相上面来讲 很难以说他有心和智慧的解脱 也不能说他没有解脱的智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诗相当中说 要经得起考察的 经得起观察的理论来说佛 要说佛的话 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一块铁先热红 最后没有了 那么还有一个人 因为身体不好 后来出现烟液 后来烟液已经消失了 但是你在明言显现当中 铁刚开始是热的 后来热量已经消失了 铁块已经凉了 这么可以说的 但还有烟液 以前有烟病 现在已经好了 什么白内症等等 但是后来如果是从真正的实相上面讲 这两个比喻也不一定这样说的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 其实从他的法相意义上面来讲 你对铁的热心不能说是 它完全消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完全消失的话 以前已经有了 后来已经没有了 那没有的话 跟十女儿子没有任何差别 没有 以前有了 后来没有的话 那没有的话 其实是跟十女儿子没有任何差别的话 那他的贴心 他的这种本性也不会合理的 也不会合理的 也不能说是 他热心的消失是存在的 热心消失存在的话 那么铁块已经在水里面或者已经凉了 这个时候他的热心还没有退失的 有这个过失的 同样的道理 热意也是这样的 热意从本性上讲的话 你就不能说是它已经消失了 它已经消失的话 等于是已经没有了 那已经没有的话 以前有的 后来没有是不可能 他的本性当中 不可能这样有的 那说明 如果是以前有 后来没有的话 那没有呢 实际上跟十女儿子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他跟十女儿子没有什么差别的话 实际上在这个世间当中 根本没有产生过热意 但这个也显现上是说不通的 那同样的 也不能说他的消失已经存在了 消失已经存在的话 他热意已经存在的时候 他已经消失了 也有这个过失 所以我们 可能也许你们 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 也许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 然后如果听不懂 门凤仁波切在讲义里面讲得比较细致的 你们再详细看一下这个理论 说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懂到它的真正意义之前 也很困难的 同样的道理佛陀的智慧 心解脱贪心当烦恼 智慧解脱无名当所知障 可以这么讲 但是这个也是从究竟的意义上面讲的 你不能说 心智已经离开了贪等 那离开了贪等的话 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话就刚才一样 变成生女儿子一样的 但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那贪心灭言当中也是不存在 有很大的过失 你也不能说 它已经没有消失的存在 存在的话 它这样 刚才我们翻过来的理论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那么智慧离开无名的这种说法 也完全是一样的 它这里就像铁 比喻成佛陀的心 铁上消失的热量 就像消除贪当烦恼 然后我们佛陀的智慧 在这里比喻成严禁 然后智慧上面断除了无名当所知障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言语来比喻的 所以从究竟的意义上面来讲 你对佛陀的贪当烦恼障 无名当所知障 那么这两者说有也不合理的 说没有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可以说他说有也不对 说没有也不对的话 也许我们智慧潜伏者觉得有点迷迷糊糊的 那说有也不对 说没有也不对 到底是什么 有还是没有 其实这是我们分别念的判论 就是分别念的一种 平时的一种做法而已 实际上这种想法和说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还有一个甚深的法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对铁的热心跟烟恶 你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 但实际上他有说有我的 远离思索的一个本性 远离厌世的一个本性 应该可以存在的 那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真正解脱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很多人 应该可以通过思考之后 也可以明白的 是相非有物 众生妄想见 佛经里面这样讲的 众生真正的万法的思想 并不是有也并不是无 只不过我们众生有分别妄想 分别妄想所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么是有 要么是无 这是一种虚妄的所见 所以这是应该不合理的 应该《心地观景》里面有一个公案 比如有一个童女 她睡在高楼上的时候 晚上她做了一个梦 做什么样的梦呢 自己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 孩子寻找吃的时候 从楼上掉下去了 掉到地上的时候 有一个老虎来把这个孩子已经吃掉了 那这个时候 她非常的痛苦 大声地哭起来 她母亲在身边笑 你为什么哭啊 然后她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 其实她这样的噩梦的现象 对这个女孩子的幻觉来讲的确也是存在的 但从母亲真正的一些见识也好 智慧来讲 实际上她整个这样的痛苦 欢喜 焦虑等等 这些从来都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这部经的最后它有总结几句 就是说发菩提心 出离世间 当之如来 安住妙果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世间当中的 一切的幻觉 暂时我们搞不清楚的 我们先发出离心 先发菩提心 最后获得如来的妙果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是全部一目了然 在这个之前 我们众生可能只有不断地闻思 不断地修行 尽量地在世间当中发菩提心和出离心 最后你的五二会真正现前的时候 也许可能跟我们以往的观念 这些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要消除这样的邪念 要努力地闻思 无漏接种佛 无生如虚空 谁从前生过 非业也非多 下面讲佛陀的出生生前面是讲的法相生生 法相生生 这里是出生生 出生生意思是什么呢 到底佛陀到底是义还是多 具体是什么样呢 可能世间人们觉得佛也可以说是义 也可以说是多 释迦牟尼佛是一个 无量佛还有很多很多佛是多的 这样我们名言当中都可以这么讲 但是实际上佛也实际上不是义 也不是多 这个意思 无漏法界当中 因为我们所谓的佛 实际上都是安住于无漏的智慧法界当中 那么它是法身 真正的佛可以称为法身 那么这个法身它就没有像我们世间当中的肉身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趣的 有骨有肉的这样的身体是没有的 所以从生生的意义上面来讲 跟虚空没有什么差别 虚空也是没有阻碍 没有呢 我和我所没有 那么但是也可以这么讲 从随顺众生的现前 还有我们从佛陀在发心因地 从心结地 然后七种不清净地 三种清净地 这个过程来讲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发心和不同的身体 而且每一个身体 它所发的缘 它行持的 流的 万行的话 都有后来不同的果 所以刚才前面 从发身角度来讲 你不能说是多的了 是跟虚空以为一体就可以说 然后从整个发心的 从因的层面来讲的话 实际上也比较多的了 你看十地的话 每一地都有不同的身相 那不同的身相 将来成佛的因 那他所得的果 也不相同的 所以可以说是 拥有很多的 所以也可以说佛 有多有义的 也可以说佛真正的身体 它没有多的 也没有义的 愿你利益多一 这样的道理 在佛经当中也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华严经》里面也说 比如一心 你能生种种心 比如说一个心的话 能生很多很多的心 比如说我的心 可以一会儿产生善心 一会儿产生恶心 一会儿产生无际的心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心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来一发生 出生诸佛生 那么如来的一个发生当中 实际上能出现很多佛的身体 比如佛陀在无缘无分别的 这样的发生当中 实际上在十方世界当中 有很多很多佛的化现 包括我们前两天所讲到的一样 能给我们开始散导的 很多的善知识的话 真正的一些善知识 佛陀也是说是阿难尊者 你不要哭泣 将来我以善知识的方式来度化你们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很多善知识 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德 其实我们很多可能世间当中 了不起的这些大德 在住世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非议 说法 别人的不认可等等 一旦离开以后 大家都好像对善知识们的功德 他的珍贵 他的一些悲心 大家都更加明白 那个时候我讲过吧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说过 他在世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不一定发现 他有这么多的功德 一旦离开之后 才知道很多传承弟子觉得说 啊 我们的上师真的跟佛没有什么差别 虽然他在世的时候也跟我们人一样的 同样的有吃饭 走路 说话一样的 但是他的密意跟我们世间人的心 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能有贪嗔痴 烦恼 分别念 经常都是以这样的一种躯体 而所谓真正的大乘善知识 也许可能随顺众生 显示各种各样的行为 但实际上他跟诸佛菩萨的密意和智慧 慈悲无二无别的 所以说我们才从显现上 佛也可以称为有很多的 为什么他的化身很多的 从显现上讲佛也可以说是义的 但是在生生的处方面来讲远离了义和堕 这些道理我们可能很多佛教徒都不会说 我们现在佛教徒觉得很容易 即使有些人稍微知道的话也不会记在心里面 我前两天讲的一样 最多是在电脑上拷贝一下 在书记上存一下 但书记上存的话可能我们还没有死之前 书记掉到水里面 掉到厕所里面的话 所有的信息就全部都没有了 死的时候更大不做的 一般人死的时候所有的书记都是其他人在用 所以如果我们存在心上面的话 认死的时候自己的心还是带着的 所以我们学院的有些道友说是 哎哟 我现在背诵很困难的 不如我把该背的这些东西全部我可以存在电脑上 但存在电脑上的话 活着的时候也不一定用得上的 有很多人是 哦 我知道 知道 我这个道理 但是我现在电脑没有带上 没办法的 然后我书记没有带上 所以没办法 其实最好有很多善的理念尽量地存在心里面 如果一些恶的 你实在是有一些贪嗔痴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 那你存在手机里面 随时都可以散掉 随时都没有的话就可以 当我们死的时候最好有一大堆的恶 在阿难耶上面一直包藏的 跟着后世走的 很多山骑得干干净净的话 那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还是有时候作为人类的话 我们很聪明 有时候看起来 我们现在人确实是很有智慧的 但有时候看起来我们人很愚笨 只是眼前的几十年以外 从来大多数的人都是不想起 我将来多少万年的这种前途 根本不去考虑 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语本 这句话最后语本两个字来结合不太好吧 也可以吧 自然而言 那么我们下面讲到第三个 十业甚深 十业甚深这里有十一个方面的道理 首先第一个 菩提分发如宝藏一样 宝愿一样 利等佛陀法 菩提如宝愿 佛陀有很多的功德 十丽 四五位 十八不共法这些功德 那么这些功德实际上是一切功德的来源 就像是宝藏一样 菩提的宝愿就是宝藏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一旦我们现前了菩提的时候 那我们相续当中 只要你想得到 所有的这些功德应有尽有 所以我们在因地的时候 积累资粮和需求佛果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我们真正不要说佛的果位 连菩萨的果位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世间当中凡夫的这些烦恼 痛苦 每天都是一大堆的不开心 这些都是全部没有 所有的利他 正方面的 这些非常富裕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人也是 当你变成了一个很高尚的人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真的方面的智慧 悲心 包括他有信心 勇敢等等 就有很多很多这些精神上的财富 但一旦这个人特别的恶劣 或者说这个人很卑下的话 他所有的功德方面的这些都没有 有一些可能不好的 恶劣方面他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从世间层面 也可以知道佛陀的话 其实它是无量功德的圆权 佛陀功德无有精 我们哪个佛经里面 应该是《华元经》里面讲的吧 就是佛陀功德无有精 希求其变不可思 我们希求它的变 也有不可思议的 因此可能有些人应该学过 比如说《世尊广传》这些 我以前翻译了 释迦牟尼佛的广传之后 的的确确产生极大的信心 才真正明白 原来所谓的佛陀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一个简单的人 不是这样的 是多少万年 多少劫当中积累的 智慧的圆权 最后他给我们所分享的智慧 应该说是每一个众生得得到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每个人 通过学习以后 无论是在生老死病也好 在世间当中的什么样的经历 痛苦遇到 他有很好的面对方法 这也是一种加持 一种智慧 一种可以说是珍宝的源泉 下面说是 他这里有十一个科判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承受众生事业 与众善庄家也许如密语 下面有很多不同的比喻 佛陀就像密布的云一样 云集聚之后 可以降下甘露雨水 然后它可以大地上面所有的草木 花草等等 这些成熟庄家可以成熟的 同样的道理 佛陀他也以转法轮的方式 让我们干活的众生的信天 得以成熟 因此依靠佛法而得成熟 也很重要的 依靠佛法而得成熟 其实依靠需要善知识的开导 依靠善知识的开导 善知识它自己相续当中 应该要有一点慈悲和智慧 尤其是佛教的历练 我那天看 《采根坦》里面讲如果要影响别人的话 自己有多厚的习气 影响别人也这么多 其实这个是《采根法》的一个说法 但我自己体会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佛教居士 他自己学得比较不错 自己有一定的智慧和悲心的话 那他对诸位的人 包括他说话的力度 他说的有些加持和能力 完全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完全是一个 心里没有任何状的 全是一个白者的话 也许他口头上会说的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真正是帮助别人 成熟别人 很难的 所以我们历代的高僧大德也好 历代的修行人 其实他们一辈子都是 在佛教的教育当中 有一定的付出 这样以后 最后他自己所学出来的 所修出来的 这些成熟众生和利益众生 非常方便和有意义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能有些 我们佛学院经常有这样的 今天出家明天要想转法轮 一定要 我要下去 我要去弘法去了 然后各个班的法师 劝他不要坐啊 你刚刚出家 你现在走路都不太会坐 出家人走路有他的这种做法 穿衣服 出家人的夹裳也要学一段时间 然后有些刚刚出家人 外面一看都知道 他穿的衣服 一看我这个肯定是新出家的 然后有些法师说 你现在出家的衣服都还不太会穿 你这样下去不太好 不行不行 我要去度众生去了 结果因为他自己空白 里面也没有什么 只是把外衣换一下而已 头发剃一下而已 这样的话 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一些年轻人 也是他为了好看而剃头发 为了好看 有些明星都是男的穿裙子的 女的穿各种各样的 这样都是有的 所以有些出家人形象上这样的话 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所以要成熟众生的话 最好自相续当中有一些真正的智慧 这样以后成熟众生会有利益的 当然佛陀成熟众生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哪怕是见到佛像的话也是获得无量无边的利益 就是凡见佛者得莫利益 也就是说 一个佛经里面这样讲的 叫《覆盖真心所闻经》吧 有这么一个经的意思就是说 凡是我们见到佛陀 佛陀的真身见到 那当然是有无量无边的利益 即使你没有缘分见到佛陀的真身的话 那佛陀所留下来的佛像见到 我们在佛像面前供养 佛像面前做祈祷 佛像面前 我经常住在一些没有信仰的 比如说医院或者其他的话 我就经常放一个佛像 让很多非佛教徒能看见的地方 然后他们看见以后 啊 这个黄色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你们的菩萨吗 这是上帝吗 很多人 但不管别人说上帝也可以 菩萨也可以 或者说只是你们的道士也可以 怎么样说都可以 只要见到佛像 其实对他的阿难言上面也会种下一些善根 这也是一种方法 当然这个场合我们还是要选择 否则我们在大街上不应该拿一个大大的佛像 哎 你们看 你们看 这样的话别人认为是你精神有问题的 所以有时候度化众生应该要看世间和看实际吧 这也是需要一个三巧方便的智慧 下面就是讲 我看我这个念完了 还有念了 佛知圆满故乘虚如满月 佛陀的福德和智慧其实已经最究竟的 最圆满的 那么它就像是十五的月亮 满满的月亮一样 没有任何的欠缺 我们世间当中的人 你觉得最好的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你们从历史上也好 现在全世界的 比如说每一个国家 他选出来的什么总统 选出来的国王 这样的话到最后 他人气满了的时候 很多人都可能说 这个有这么这么过失等等 我们世间凡夫人 可能有很多不完美的 但是这些不完美 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自私 但佛陀实际上真正在显现上来讲 是一种利他 因此他所有的智慧 都十全十美 这一点我们大家也应该看看 佛陀的一些功德 包括一些马民菩萨 以前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所讲的 比如说天生战等等这些方面 你学了以后 应该是知道的 而并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 我要大力地赞扬佛陀 我要高举佛教的气质 不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是佛陀有功德 可以赞他 如果其他任何一个本师有功德的话 我们站在一个非常公正的立场上 就可以这样的 所以这是像满月一样 能利益众生的 没有过失的 这一点我们也要去思考 这并不是说 光是一种信心来说法的 这是每一句 有智慧的考证 可以完全都是你用大量的经论 和大量历史的故事来说明 佛陀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下面第四个说 说法事业 就是智慧放光过 程序如大日 那么佛陀就像是 他的智慧的光可以放出 也可以说因为他一切所知 无所不知的 那么这样的话 在十方世界当中 就可以放出智慧的光满 就像是大太阳 太阳的话 它可以放出太阳的光满 能照耀整个世界 那么比如说 《华严经》里面讲 譬如日出世 照耀一切劫 同样的 佛陀出世的时候能照耀一切众生 这也是佛陀用太阳来比喻 就是太阳来比喻 那么下面是佛陀的事业 幻化事业 我们就说 这就是太阳的眼光满 幻化有 concerned 可以看到意外 fre Сов自己健康的目的 就如决定的这一切 和他肯定的这一切 在每一切都有所谓的意见 是否 我们现在 相比 非常好 我们现在 心智慧放乡 就是这些 事情 在每一切都一切 你如日轮中无量光融合 很常行影视 也能照世界 如是无露界 无量佛融合 同行意识力 现前智慧光 那么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太阳 它实际上看起来是一个光 但实际上有无量的光融合在一起 然后横上行持什么呢 照耀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在佛教里面就说是太阳融合无量的光 我记得大概是166年的时候 有一个因果科学家叫做牛顿 不是我们原来物理上面学的那个牛顿 第二个牛顿 他通过一种镜子来观察 人类数次能真正测出太阳的光 其实他认为太阳的光是一个白色的光 但是白色的光当中我们能看见的 有绿色 黄色 磁色等各种不同器材的 无材缤纷的这样的光全部融入 世间的这些光融入到太阳的光当中 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包括一些磁外线 红外线 这些也在太阳光当中 所以我们佛教造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太阳的光融入 它吸纳所有的光然后照耀整个世界 世界当中的一切黑暗它可以遣除的 那么科学家后来说 刚才我说的是1666年 那个时候认为太阳能融合所有的光 然后在发出去的时候能照耀世界 遣除黑暗 其实这些有些说法 我想我们可以进行对比的时候 应该有一些新的发现吧 这是一个比喻上面的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无漏的法界世间当中有无量佛的智慧融合一体 行持同一个事业 行持同一个事业是什么呢 就是能化现种种的方法来饶益众生 其实佛陀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吧 佛陀不管是阿弥陀佛也好 不动佛也好 不动佛也叫做阿绰佛 佛经里面专门有阿绰佛 叫不动佛 还有比如说宝生如来也好 很多佛唯一的一个事业就是利益众生 我有时候在想不要说是佛陀 现在很多的一些善知识 真正的一些善知识 他们可能考虑的就是利益众生 除此之外不一定有很多的事情 他的事业 他的目的 他的所有的言行举止 唯一的目的 让这些众生应该从心灵上遣除各种各样的贫寒 然后从身心上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快乐 也许可能很多善知识的 虽然他可能讲经说法的方法不同的 然后他现实的身相也是各种各样不同的 但是唯一的目的 同一个事业就是想教化众生 成熟众生 我看到上师如意宝 以前大概很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 然后他见到头盖如意宝的时候 头盖如意宝赞叹他 法王当时说 从新加坡还是从印度回来 在汉地大概有一亿多的方生 头盖如意宝给法王说 你是世间的大太阳 你很了不起 你是大太阳 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赞叹他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 包括法身也好 做很多教化众生的这些事业 那其实佛陀的事业也完全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说 就像太阳的光 很多的光融入一体 然后遣除世间的海洋 那么佛陀也是一样的 所有诸佛的这些智慧 悲心 争的这方面 全部融回一体 然后饶益众生 利益众生 除了这个以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业了 前面应该 有多少 不算前面的讲话还有十分钟 是吧 如果算的话呢 算的话到了 那不算 对吧 今天有什么吃的呢 这是什么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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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呵呵 再讲一个颂子啊 前面的不算还有十分钟 然后我吃了一个水果有一分钟就没有了 现在还有九分钟 是吧 下面是讲知如是也 也就是说 如出一日光 世诸智光辉 当知诸佛之 出生也如是 我们世间当中的太阳一束眼光的话 实际上是照亮整个世界 一切世界它可以照亮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佛陀的智慧 实际上是随顺众生 利益众生 它是这样的一个光 那么也同样的过去也好 现在也好 未来也好 很多的智慧 智慧的光 现前各种各样饶益不同的众生 这种智慧的光 这种智慧的光可以饶益不同的众生 有时候我们去超白 比如说佛的圣地 然后超白一些 佛陀以前留下来的一些像 包括一些影子 这些实际上具有很甚深的加持 像莲花生大师的一些身体的身影 现在在藏地 在布丹 在尼泊尔 很多地方 莲花生大师以前留下来的很多身体的影子 在布丹有一个 但是这个很远很远 现在很多去布丹的这些人都没有去 原来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去 所以你们去布丹的人最多是去一下八桌大厂就转回来了 然后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有莲花生大师的身影 同样的 在印度来讲也是有很多的 也许你们可能看过 宣藏他的传记叫《三藏传》 《三藏传》里面当时他在印度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佛陀 佛陀当时降伏一个毒龙的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引下来的一个山洞 但这个洞很多人有朝拜的 但是那个山洞很危险的 很凶险的 这么一个地方 当时宣藏很想去 他去 去的时候 他们都劝他不要去 因为那里有很多的盗贼 盗费 很危险的 后来他就觉得佛陀这样的声音在万劫当中难以遭遇的 不管怎么 我还是要去 他去了 他去的时候刚好遇到盗贼 遇到盗贼的时候 他们就当住他的时候 他问他 你到哪里去 你难道不怕盗贼吗 他说不怕啊 他也毕竟是人 我连猛兽都不怕 怕什么呢 我还是一定要去见佛陀的这种声音 后来因为他的有些语言干化了那些盗贼 他们带他去见佛陀的声音 刚开始他去的时候就找不到 后来找到了 找到之后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就开始磕头 磕了一百个 但后来也没有见到 然后他就痛苦牛递 开始忏悔 觉得我这么远的地方的一个中国和尚来到这里 连佛陀的声音都见不到 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后他忏悔 又开始拜两百个顶礼 后来他那个墙壁上 也就是说一个桥 也可以说一个山洞吧 他那里面慢慢慢慢看到了 然后他不断地忏悔 不断地去礼拜 最后所有的声像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包括当时佛陀整个身的袈裟的影子 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宣藏他叫其他的人 应该刚才跟他陪同的那些盗贼吧 但这些人也在大家都生起极大的信心 因为那个洞是很黑的一个 但后来还是看到 里面出现光芒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因为他可能夜里现前吧 他怎么看也看不到的 其他人都看得到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去朝山 见一些佛像 见一些佛光 包括现在在世间当中有一些圣地也有一些佛光 比如说这些 我们也不能完全认为这是迷信啊 这是不用看啊 不能怎么 其实诸佛菩萨的这种化现的形象也是各种各样的 因此应该起信心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光是有一个什么彩虹的话 你看看 佛陀的彩虹来了 这也不一定 世间当中也有很多彩虹 也有光 这都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有些佛教徒每次看到太阳外面有一个圆圆 你看今天是个迹象的日子 也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种科学的观念 但是有时候太科学 太固执的话 应该从加持方面 信心上面的智慧 这种智慧的光不一定能融入我们的心 所以过去的佛陀也好 就是现在的加持 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因此我们也要理性 也要甘心 也要有智慧 也要有信心 这样以后我们会知道 佛陀的甚深的处 甚深的事业 甚深的法相 我们也会明白 否则我们只是一个 表面的 表象的 来认定佛教 来认定菩提的话 这并不是很好的 所以他这里也是讲 当知诸佛的智慧出生也是一样的 太阳的光芒 遣除黑暗一样 其实佛陀的智慧光芒 也能遣除 当然这个是智慧光芒的一部分 我们外面就是显现的智慧光芒 但更重要的 我们通过佛经的闻思修行之后 真正能遣除我们内心的痛苦 内心的不安 这一点很多人应该有感受的 比如说我们念《心经》 我们念《地藏本缘经》 我们念《药师父流离光》的这种经 光通过念经 自己的心灵获得一种快乐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确实有目共睹的事情 通过我们对佛经的闻思以后 对他的道理进行思考以后 对人生的转变 人生获得的快乐 也是我们直接享受的一种财富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佛陀的智慧光芒 他这个佛陀的智慧光芒照耀我们心的时候 当然如果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 比喻成一个晚上的黑暗 一旦异熟的眼光照射到我们心的时候 我们就活然开来 一下子就 哦 原来我在人生当中痛苦的就是这样的 其实是对那天我们说的一样 一个人如果堵车 原来觉得很痛苦痛苦的 然后现在就觉得 哦 这是我们有个修行的机会 也是很好的 原来我们在路上或者在那里生病的时候 哦 觉得很痛苦很痛苦的 现在我如果生病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机会 原来我工作有些不顺利的时候 觉得怨天有人特别痛苦的 现在我如果工作不顺 人生当中稍微有点错在 这也是一种加持 我应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 其实这样人生更有意义 这些都是我认为佛陀智慧的光芒 不一定是智慧的光芒 非要高强度的一种光 一直照射到一个人的头上 身上 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外在的光可以照耀世界的时候 遣除外在的黑暗 然后内在佛陀智慧的光 遣受到众生的 深深心里的黑暗 那这个心里的黑暗 遣除之后 那么它的原来本性更加显现 当然我们如果更深地去认识到新的本性的时候 也许我们见到的万物的景象更加美丽 因此我们有时候对佛教的闻思越来越要有兴趣 大家有兴趣的时候不要间断 一定要长期地努力下去 所以这次我看很多人对经传论不是特别的好动 虽然它是一个佛教非常专业的经论 但是有很多人增加的话我心情也比较好 因此也特别感谢你们来增加人数 不然我会伤心 我会没有信心讲课的 但是现在你们人越来越多的话 当然你们人多和少对我来讲是一个数字而已 就没有什么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方便的网络时代 以前高僧大德们越过多少个山 到了那里以后高山翻译 你们看看法尊和论海的传记多少的 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原来九十年代的这些道友 去求法也如是的艰难 现在很多大城市里面的人不需要去 有些在自己的卧室里面 有些在家人不信仰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在厕所里面听课 这也是很好的 有些在别的地方听课有各种各样的 但这个不要紧的 不管怎么样你们好好地学习 我们也很好地努力 小小的一些障碍 小小的一些事情 不会阻挡我们的讲课 这些事情我们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断掉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重视 也许可能在过了几十年的时候 因为人生有时候会议都是很美好的 也许我们现在这样的课 学习 是人生当中应该是最有意义的一段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来念普贤行愿品来回想 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很大 以前我也讲过很多 大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尽量地每次上课都是个念完普贤行愿品 你们有信仰的人都不用说了 大家现在还是非常认真地在念 然后没有信仰的人你也念一遍 也许你开智慧你会发财等等 那那那那那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